很多人说到香港娱乐圈的大腕明星 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刘德华 张学友 郭富城 黎明这四大天王 当年他们几人在娱乐圈可谓是出尽风头 火遍大江南北 而既是香港还有一名大腕的地位不亚于四大天王 他就是发哥周润发 周润发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也为观众留下了很多筷智人口的经典作品 他最经典的角色就是赌神 至今无人能超越 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叫他赌神 我能像你那么潇洒就好了 郭富城在娱乐圈有这么高的人气与地位 不仅在于他的演技 还有他的高情商以及爱国情怀 周润发不仅在国内 在国际上也享有很大声誉 之前他和张子怡一起去日本参加活动 一名日本记者想让张子怡当众难堪 就问了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 你们总说南京大土杀有30万中国人遇难 这个数字你们是怎么得来的 难道是一个个去数的吗 本来现场气氛非常活跃 但是这个问题一出 全场氛围变得严肃 而张子怡当时就傻了 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这时候发哥就露出了他的标志性微笑 非常沉稳地回答 我们确实没输过 难道日本妇女被抓作为安妇 你们还问他们舒不舒服吗 当时那个日本记者也非常尴尬 周润发回答的气概十足 现场的人都为他鼓掌 而日本记者也灰溜溜地退了场 南京大屠杀一直是我们的伤疤 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但是作为中国人的耻辱 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教训 只有这样才能激励我们一直向前 不再受小国欺辱 不再让大国看笑话 我们下期见